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先正经一点 因为我发觉有些观众都不知道我是Steven 他们会叫我一老 我自己听听听都发觉一老都挺好听 就算叫我39都可以 都是一个称呼 最重要不要帮我改姓改姓六就行了 好了 今次说回这个楼盘 这个楼盘是我觉得没什么挑剔的 因为它三房独立屋 还有一个独立车房 价格是19万磅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这家屋也算是一个小的三房单位 它的面积是807尺 虽然只有807尺 但它都可以开到三个厕所出来 另外它的间价 其实跟之前的两房三房半独立屋 都挺相似的 如果未看的都可以看之前的两房三房介绍片 如果19万磅买到过这样的单位 我基本上对它就不会有太高的要求 因为它真的有三间房 虽然800尺 但如果不够位 你做一个车房可以拿来做雜物房 我记得之前介绍过最便宜的三房 都是要说23万磅 这个就足足便宜了4万磅 所以低预算的观众都可以想一想 当然这区的治安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就要自己取捨 不过就真的不用急 附近都还有些便宜的新盘 我都打算是会迟点看一看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大家要记住我就是没有收取任何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我在硬售楼给大家看 另外我发现订阅我的频道的观众其实都挺醒目的 因为我在留言里看得出 我只是说事实而已 我不是因为想大家请我喝咖啡 所以说这些话 今次都不要说这么多这些了 免得说太多 待会被人针对 你们先看着 到后面再说吧 夜里来来 这些话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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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